各位好,今天5月13号,我是五月三人,吃了吗年代 昨天啊,在我这个评论区有一位蹦出来说了 我也不知道他是算是高级黑呢,还是低级红呢 还是诸如此类这种玩意儿 说了这东北人呢,是这个全国素质最高的人 然后我就当时就有点惊讶啊 就是说因为在我来讲这么说话的人 大概除了东三省的一部分人 以及海南省的一部分人之外呢 那大概应该是没什么人这么说 因为怎么说呢 您说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吧 这事呢,肯定有一定的真相在里面 但是您要说东北的人呢 在素质上是全国最高呢 这我还确实不能同意 因为我一直说嘛 我说这个东西啊 中国这个素质关于这个民政啊素质啊 天花板怎么也是得搁在上海那块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这咱说是平均啊 咱说是平均 咱别跟我提特例 如果您不能理解什么叫特例 什么叫平均 统计数字的意义什么的 诸如此这些概念呢 我个人建议您要不您 先那个用百度谷歌一下什么玩意儿 您查这些玩意儿都什么意思 您天天跟我说我身边的人都如何如何 您您认识几个人呢 对不对 我就不说这事了 这个再说就有点太过分了啊 这个不说 那因为这件事情呢 我呢就挤着它一句 然后后来把天子给删了 回复也给删了 这个也算是支持而后勇吧 让我呢对这个东北人的好感的多少好了一点点啊 多少好了一点点 那今天说的确实也是东北这件事 东北的事儿 这个呢虽然呢也是特例 但是呢 这个我跟东北这边素质什么的 并不想挂钩 我只想跟呢 中国一个普遍的现象在挂钩 什么事儿呢 就是这个中国 就是在哈尔滨的地方上 有一个洗车摊 然后旁边呢 有另外一个洗车摊 那个这俩人呢 肯定业务冲突嘛 对吧 我们说业务冲突 我们老说有伤有伤的 但是实际上而言 大家都是恨不得把对方掐死 很多伤大概都是这么个伤感 那就另外一人就说了 说我认识这个这边的管理局的人 我要把你这探子给砸了 然后过两天 穿制服的人就过来了 就把人家那个叫什么刷车机的那个水泵啊 就给拎走了 大概价值2600块钱 2600块钱呢 对于很多人而言呢 不是个大数 对吧 我们这么 我看了这回好多人在说 哎呀 中国已经有四亿的中产啊 中等收入啊 这个这种这种人 那对这四亿而言呢 2600可能不算多 能在那摆那个刷车摊的呢 基本上来讲啊 怎么说呢 大概而言应该没到这个中等收入的水平 就这个东西 所以他而言算一个产 一个产业 就找到当地的执法管理机构 就要这个东西 结果呢 人家说我没看着 这个你肯定要说我就没看着 这个人呢 这个人他儿子就去到那个摊那块 另外那摊那 放这个豪言壮语 这摊那就说了 说你能帮我给弄过来吗 然后呢 结果就被人浇上器 我给烧死了 对吧 这个当时还没死 然后到了医院呢 留下了画才死他 所以呢 我们大致呢 从这一方知道这个冲突的起因 说起来的话是这样 有几件事情 我特别想跟大家聊聊 就是第一在于哪呢 第一在于啊 你会发现呢 在中国的很多地方 你甭管你说你有多牛逼的经济 多如何如何的这种玩意儿 他呢 这些人 这些人 还是在为了一点点迎头小利 在互相之间的 在怎么说呢 在菜鸡互拙也好 底层互害也好 那他们在互相的伤害 您想想看 一个刷车的摊啊 对吧 那能有 能有那个 能有多少这个利润在里面 就这种玩意儿都需要呢 有上面也有人 然后你才能够在这踏踏实实待着 而且互相要争夺这个市场 呃 在很多年前啊 就是我大概应该是在零几年 零 我想想我那辆车什么时候买的 我买过一辆那个大的吉普车 在国内 因为那个时间呢 我在哪上班呢 我在那个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在那块工作过一段时间 呃 正好我 也 您也想想那地儿肯定是 大家都喜欢越野嘛 这种东西 就是你开个车 开一个 开一个什么其他车 你肯定觉得很便宜 你愿意开个越野车 正好呢 大概在零 零四年 零三年左右 我就买了个大的越野车 在那开着 然后呢 这个开着这车呢 呃 路上就有这种啊 洗车摊 原来 那个地儿 叫在应该是在 那会儿应该在大腿 那个地儿呢 原本呢 其实不是一个特别繁华地儿 现在当然不是了 现在那 现在那块他妈牛逼死了 房价 房价我看上有演运的那种地方 那原来那个 大概在二十年前的时候 十几年二十年前的时候 那地方 还一个的破平房 诛诛死了这个地儿呢 我就看到过这种执法 因为洗车摊在那地方啊 你平时你去上班的路上 你顺手洗个车 他因为你要是说你挂一洗车的场子呀 什么你要你要有很多的税费呀 这些东西 他没人开得起 他只能那会儿拿一个 拿一个那个 拿一个煤炉子在那烧水 然后呢 上下有那个壶 有热水洗车嘛 对不对 拿着这抹布啊 给你擦 然后随时旁边有水源嘛 直接给你换水 哎 这个东西怎么藏 我呢 正在那洗 把这些车呢 就直接就有这个执法车辆 就乘 他应该是城管 或者是什么 什么什么 反正就是一个执法车辆 哗就冲过来 一人跃下车 直接拎起水来 就把那个 这样也方便 他那样烧水嘛 炉子浇了 然后人就直接就四散奔逃 然后我就 我就惊了 我这 我这车还在这呢 对吧 这 您想象一下大概是什么情况 就是说 您打了一半肥皂的时候 在浴室 然后这个忽然水停了 我那车大概就处于 当时处于那么一个状态 我操 我说这他妈怎么回事 然后呢 那个人就跑了 然后这帮人过来 定光武斯就给那个 把东西全给搬上去了 那会儿没有洗车机 那个那会儿没有刷车机呢 那不是一个小水泵啊 什么这东西 他就是一个 自己拿那 蘸水拿抹布给你擦 那这些东西都很简陋吗 我就问他 我说我操住你 他妈至少让我把这车 让他给我把车洗完了 你得收拾它呀 你现在冲过来 我这车怎么办 他说这我不管 对吧 这个没办法 这个我们这要执法 大概就是这样 可是呢 当时你就可以看到 有跑的就有不跑的 您知道吧 有人就跑 有人就不跑 后来我才明白 我后来就直接把人叫过来 你给我弄你 我再给你钱 你把这个我刷干净了 为什么是这样 有跑有不跑的 后来咱过媒体这么多年 我能不知道这事吗 那就是说 有人交过这保护费了 有人呢 就没交这保护费 那就只能够说 有人就会在这跑 有人就不用跑 对吧 这大概就是这样 那这么多年了 因为北京这地儿啊 其实呢 一直以来啊 还算还行 就是你交各种保护费啊 还是说 就是这种流动的这种摊贩呢 而且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这些东西 你交了保护费以后啊 这个还是 还是情况还是少的 因为它规矩比较严 那各种各样的手续齐乘的时候 它不是特别的敢给你说 给你下套 但实际上而言 如果你不去交这保护费 或者说你手续不够齐 你该倒霉还是会倒霉 可是呢 这种流动摊贩越来越少 北京管理越来越严 所以呢 这些东西呢 现在应该在北京啊 比较少见了 可是在外地也确实挺不够的 哦对 你说起这事了 在北京少见 我还见过什么 您说北京没红灯区 我跟您说 我当时第一套 我人生当中第一套房子 买在北京的那个天通院 天通院那会儿啊 全TM还是旁边全是那个 不是高粮地 就是 当然不是高粮地 就是菜地 这不是菜地啊 就是那种小货平衡呢 那地儿当时归某派出所管 就在派出所门口那条街上 一条街上 全TM是那种小发廊 全是小发廊 全是那个做皮肉生意的 您满 他TM在派出所门口开生意 您觉得内保货能少交得了吗 这当时就是那种情况 没有任何一个黑社会或者是类黑社会的产业 就是地下产业 不是有地上产业这种强力机构支持的 你永远别想干 这是全世界的通行的规则 这是肯定的事情 那像北京现在这种事情会少了 大厂上海也会少了 这种事情都在底下暗流东西更多一点 但是呢 在很多的中国的 包括像东北 包括像西北 包括甚至于包括像西南 就说白了 就是除了这个 除了一个长三角 猪三角这一边的这个 这个比较发达 规矩更严格的一些地方以外 遍地的草莽 全都是这些各种各样的 这种从最基层开始这种亏烂 他呢会用各种方式来收割老百姓 这个就是让大家 能够耳熟能详 像这种恶行事件 能够发生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说呢 你哪怕是说用这种苦哈哈的这种东西 来挣钱养家糊口 你依然需要付钱给这些人 这个钱呢 你这样你就靠山了 而很多的这些人的这个靠山呢 他甚至于都不是一个 说你像你像咱们一说 说大声声出来 哎呦你看 兄弟我认识这边的这个执法局局长 兄弟我这个这边市长 怎么着怎么着 昨天晚上跟我一起吃饭呢 那政协委员 政协主席 前天我们一起洗脚舱 都这么都这话 那你像这种实际上而言 到基层上是什么 他只不过 说不定就是给两条烟 或者是给一点钱 然后就有基层的这些 这些这个所谓的执法机构的人 给他作为保护伞 甚至于连保护伞都不能算 你知道吧 连保护伞都不能算 保护伞那玩意儿都是大的 那都是贵 贵价玩意儿 他大概呢相当于呢 能给这帮人脑袋顶格报纸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所有的这些 这些拿到了这张 顶着这报纸 不算完全临透的人 才能够真在压榨 比他们更低半级的 没有搭上这条关系的这些人 这个才是真正的真正的要点 所以说就是 他是一个从上到下的 完完整整的一个腐外联 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虾米吃鱼泥 大概就是这么个路数 各个层级 都有自己层级的这种腐败链 它存在着 那没有一个层级是没有的 这个是中国目前的一个现状 您不要跟我说 其他国家也有腐败什么的 额度是不一样的 腐败程度是哪个国家 腐败是哪个国家都有 但是腐败的程度是有差别的 这就像说 您每家里都有病菌 对吧 哪家里都不会完全干净 但是呢 这家里跟你是一根他妈狗窝似的 跟人家那个天天的有天天有保洁打扫的 那个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理解这件事吧 所以您也不用跟我在这说 说那个 你怎么不看美国 我看你妈狗窝什么美国呀 对吧 那个我去 我看得着美国吗 美国 我在美国的时候 没有人给我干这种事 我按规计干事 不会有人过来收保护费的 知道吗 在日本也是一样 日本黑社会都他妈是 都他妈是那个 在那在这块整个的是注册注册单位 他跟我老百姓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我家收我家收垃圾倒是黑社会的那个给收的 因为我懒得垃圾分类嘛 对不对 我懒得垃圾分类 我就让 我就让他们直接 我啪啪啪给装好了 一月多花个 原来我花六千 好像花一万 一万日元 对吧 我就让他给直接收走了 那 刚开始我住医护建的时候 那个就是 就是黑社会掌控的公司 过来他妈的鞠躬比 鞠躬比谁都深 对不对 老老实实的 啥事没有 天天给我 踏踏实的把那垃圾给我收走 时不长的还给我清一下 清洗一下垃圾桶 你知道 这大概是这么着的 你跟我老百姓 跟我老百姓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他不会说跟你这交接 你不参与那特种行业 那个跟老百姓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甚至于老百姓 那个老百姓那个店里 直接贴着 禁止黑社会进入 你身上雕龙画缝的 他就可以不让你进 一点招都没有 黑社会一点招都没有 知道吗 这个才是 这是一个说 他黑社会合法化的 一个社会 他所呈现出的现象 跟他妈的黑社会 在中国 非法倒是非法 但是他妈 但是他整体的是一个黑社会的社会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就别给我扯这个了 这跟大家说 所以中国的问题是在于 他每一个层级 有每一个层级的生机 每一个层级 有每一个层级的腐败方式 每一个层级 有每一层级的这种 类黑社会组织的模范 那所以 它会最终产生这种效果 那这个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平时我们很多没有那么极端的时候 对吧 没有那么极端的 那无数的这种现象在存在着 我们每一天都在付出额外的成本 来维护这个社会的正常运转 这个正常我指的是在中国社会的一种正常 所以那我们 您说吧 一个社会 它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做这种运转的话 能有什么好处呢 它只是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 增加了我们整个社会的成本 是不是这个道理 大概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事儿啊 另外一事儿呢 我不想单开一节目跟大家说了 那个是有一个新闻 让朋友 有朋友说让我评论一下 什么新闻呢 就是这个四川南冲啊 判了两个医院的院长 一个正院长 一个副院长 然后呢 是因为疫情防控的事情 他收治了两个这个发热病人 这个呢 让我评论这事儿的时候呢 我就直接去搜了一下这新闻 搜这新闻呢 就看到了具体的来龙去脉 事情是这样的 大概在2020年1月份的时候啊 他收治了这个病人 这个病 这两个病例呢 实际上呢 是这个被判刑的副院长的亲属 当时疫情已经开始进行管控了 这个当时这种管控说 从那个传染病的这处理流程上是 就是起因咱不说啊 起因咱不说 但是说整个起来之后 然后呢 这个全国下发的这个管理的 传染病的这个什么 这个处理这个流程 这个是没毛病的 他要去专门的医院啊 去这么去看 然后去隔离 然后进行分辨 因为刚1月份 大家谁还都不太知道 这病到底是什么一个特征呢 这个符合传染病的这个 这个防治 这个法律法规 以及他的科学 然后这二位啊 就给他就给收治了 他没有按照当时的这种要求 去给转院啊 什么这些东西 都没有 直接给收治了 对吧 收治完了以后呢 造成他们医院呢 其中一个是新冠的病例 造成他们医院的 十几个医护人员被隔离 而且是完全不听 下边的医生 就是跟他说 你不能这么干啊 这种意见 执意的是要收治 这个收治也是有原因 因为他是这个院长的亲戚 这这件事情啊 我建议各位啊 就是说很多的新闻呢 是有标题的 他这个标题写着 你比如说收治发热病人 判刑一年 很多人就看这标题 你居然是救死扶伤啊 你医院对不对 那尤其是在上海那边 有这么多的这个非非新冠的死亡 就是因为救治不及时的这种背景下 你忽然看到这么一条新闻 你直接你就会带入到这种情境当中 说这个是这个是这个冤枉判的 救死扶伤 他们居然居然被判刑 如何如何 我个人建议也好 就是说如果您下回再看这种新闻 您呢 我们我们不能被情绪所主导 就是说哪怕说 就我借用老罗的一句话 说我知道你是王八蛋 对吧 我也说你是王八蛋 但是你还要证明他 他就是个王八蛋 你所以呢 你要去看原始的这个新闻 把这新闻整个看完了 你再去 你再说哦 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比如说这件事情就很简单 就是他当时在那个时期的状态下 他没有遵守一个传染病应该遵守的防治流程 然后造成这个这个情况的出现 所以他被判这个刑 与上海这边见死不救的这些这些人的这个大背景 这些不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对比 您理解这件事了吗 好 谢谢诸位